芒果這一家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芒果這一家 這位是芒果的分身 我是芒果的姊姊Seline 去年12月 Seline有去台中和南投出外景工作兩天 有入住到一間很不錯的飯店 就是台中的正大金玉京香酒店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好好分享和開箱一下 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囉 正大金玉京香酒店是台中港海線首家荷蘭國際品牌酒店 位在台中無期區正大文藝園區內 臨近台中港三井凹類 開車十多分鐘就可以抵達海線壁區的著名景點 高美濕地和無期觀光漁港 而且步行六分鐘還可以去無期老街觀光喔 有提供一百多間全景落地窗設計的客房 中西市精緻餐飲 及大型會議場訂等服務 重點它是去年底新開幕的酒店喔 難怪我對這家飯店的印象超級深刻 我在入住前完全沒聽過荷蘭金玉京香酒店集團 上Google查才知道該酒店集團於1962年在荷蘭成立 2009年與法國羅福宮酒店集團聯盟 成為全球前八大酒店管理集團 在2013年荷蘭金玉京香酒店集團進入台灣 目前在台灣的淡水、南港、苗栗、台中、台南 總共有六間金玉京香酒店喔 我只有入住過台中的正大金玉京香酒店 現在來看看吧 交通部分建議自行開車會比較方便喔 例如自行開車過去高美濕地約10分鐘 但要自己達成大眾運輸過去約45分鐘以上 這樣子根本就不方便 所以自己有交通工具會比較省時又方便 飯店有提供專屬停車場 車位非常多 外縣市的房客可以多利用 搭乘火車到沙路站再轉乘接駁車 這裡有附上免費接駁車的時刻表 我們入住的是有兩張雙人床的高級市人房 一進門就看到歐洲時尚設計又舒適乾淨的住房環境 玄關區的一邊有懸吊式的吊衣架可以讓我們掛外套 吊衣架下方有設置穿鞋椅 穿鞋椅下方的橙櫃還有保險櫃和材質舒服厚實的拖鞋 旁邊櫃子打開還有洗衣袋 延伸到旁邊的小迷你吧台有附水和熱水壺 而且這裡竟然有附迎冰水果蘋果和柳橙 蘋果昨天就被我們吃掉沒拍到 迷你吧台的抽屜裡有附茶包咖啡和杯子 下方的冰箱還有可樂雪碧各兩瓶 玄關的另外一邊就是盥洗區域 很喜歡這裡馬桶和浴室設計是分開的 而且有溫屁屁的免治馬桶 冬天上廁所就不會覺得屁屁冰冰的 空間規劃大小剛剛好 這間房的淋浴間是長型設計沒有附浴缸 有附低皮天生無患的馬鞭草洗髮精沐浴乳 洗臉台設置在浴室外面有附洗手乳 乳液和插手精 覺得這樣的空間規劃很方便 大家要使用時都可以完美錯開 對了正大金玉京香酒店是因應友善環境而生的環保飯店 所以不提供一次性的冠洗用品 例如牙刷牙膏羽毛等等都沒有附 所以入住時要自己準備喔 再過來這邊就是睡覺的區域 有附電視時尚風格的單人椅休息空間 每間房間都有超大的全景落地窗 好天氣有陽光灑落採光超級好的 雖然我們住的這間看出去的景色都是樹 但待在這也覺得格外放鬆 還有特別的是房間裡的地毯花紋和配色很活潑 上官網去看才知道原來是高美師弟 細芽輝映映的情境地毯 設計巧思還融合在地的自然景觀也 真的好用心喔 可惜這間不能帶寵物入住 不然我真的很想帶柴純芒果妹妹來這裡住一晚 享受一下 最讓我們印象超級深刻的就是她的床超級好睡的 原來是配備英國頂級獅林擺藍舒眠明床 難怪床墊睡起來很舒服 不會太暖不會太硬剛剛好 而且連枕頭躺起來也很舒服 棉被輕膚又柔軟 溫暖到我半夜還被熱起來呢 前一天天還沒亮就在台北跟大家一起集合坐車 準備南下前往南投的惠孫林場工作 還記得當時天氣超冷的 台北的溫度都不到10度 何況是南投的山上氣溫更低 雖然有太陽加持但在陰影處還是感受到寒冷 就這樣大家包著像粽子吹著寒風在戶外工作一整天 沒想到這次製作公司準備那麼好的住宿 飯店大廳鋪色黑色的大理石地板 Check in的區域用了許多白色食材打造 客房乾淨舒適的環境也是讓我們驚呼連連 感謝這次的製作公司準備如此優質的飯店 讓我們能好好休息一晚真的很不錯 隔一天大家才有好體力開心繼續工作 如果你們也有前往台中海線工作住宿的需求 或者安排台中海線之旅 這裡會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